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覺得東方的女性 在他們各自的文化裡面 還是保有了非常 源自於他們的文化 變得非常傳統 並且以大局 家庭為重的這個 價值觀 而且更懂得體恤跟包容別人的觀念 所以我覺得整個 整體女性的那個 感覺是 相對比較 內斂 比較 包容性大一點的 對 那西方女性 在我的 來這邊求學的一年過程裡面 印象比較深刻的是 我覺得他們對於 完整自己是非常 從小就非常有清楚這方面的意志 然後 對於本我的 自我主義意識 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很懂得在很小的時候 然後就去追求自己 有興趣的事情 很懂得表達自己 對任何事情的看法 所以我覺得完整自己 對他們來講是 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東西方的 但是我覺得相對西方這個 這個生活方式 相對會更奔放更自由 可是我覺得東方女性這種非常溫潤 非常保守內斂的 女性的形象也非常的美好 享受生活對我來說就是慢生活 把自己的節奏放慢 有的時候放慢 你可以看見的視野是更清晰的 甚至可以去 反問自己 這段過程學習到了什麼 在未來的路我該再怎麼前進 是可以有很多的時間去思考 甚至去打開自己 去接觸到世界 而且可能你根本不知道的事情 或者是去旅行 去到你沒有不曾去過的地方 所以其實慢下來 慢節奏是 在生活當中有很多 會給你很多 新的想法的一個生活方式 那去平衡你的事業跟生活 也是一個享受生活很好的概念 所以我覺得法國人一直都很懂得 把自己的步調放慢 很懂得在生活跟工作之中找到平衡 度假對他們來講也都非常重要 所以這也是我一直期許自己能做到的 我覺得很多時候是跟當時的心情有關 有的時候只是想放空 去一個海島國家 只是游泳 只是度假吃美食 你不需要有太多文化的洗禮 你可能就會選擇一個比較休閒的地方 可是有的時候你可能對於 自己覺得好像需要再去充電 需要去吸收更多的東西的時候 我可能會選擇一個 相對文化更豐富的地方 他們可能有很多的美學 或者是你可能透過居旅 居住在一個地方 可能一個月兩個月居旅的方式 去感受一個國家的人們 另外一個國家的人們是怎麼在生活的 就是所以我覺得是看當時的心情 跟自己的需求 所以你會在旅行的地點上有不一樣的選擇 我覺得對我來說印象一直滿深刻的 也經常在說的 其實是我一趟去埃及的旅行 那一趟旅行我們在半夜的時候爬上西奈山 是十一點的時候爬山 所以你基本上山上是沒有燈的 你只有你自己的頭燈 可以看著眼前的路 你就是一直爬 可是在爬山的過程裡 你會很想放棄 因為那個行走的 我們大概走到凌晨四點才到山頂 所以你在當中 你跟自己有很多的對話 你想放棄 可是你又覺得好像在半路了 我好像我要折返還是要往前 你會有很多的思考 最後你達到山頂的時候 你發現所有到達山頂的人都非常的安靜 在等待日出 你原本以為你看到日出的時候 你會極其興奮 可是沒想到所有人是非常安靜的 好像一種朝聖的感覺 看到那個火光慢慢的出現 當太陽出來之後 你才回望 原來我這個晚上走的路 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那一次的爬山 那幾個小時是 身體跟心都有很多的收穫 都有很多的收穫 謝謝 謝謝 這下不行 Nexy Final ピーナ 我們的 pier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